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刚来爱兰有可能会感到一些不适应的事情 今天我列举了十大项 作为中国人的话刚来爱兰 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的事情 第十名应该算是收信的方式 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以寄信的方式寄给你 在中国的话应该已经销声匿迹了 很少人已经在寄信了 我记得第一次去学校报到 然后我去对面的银行去办第一张银行卡 然后你知道填完表 然后跟桂园沟通以后的话 才发现他的银行卡是要以寄信的方式寄到我家 刚开始会觉得有一点不安全 因为毕竟是银行卡里面好像当时还存了一点钱 所以说第一个感觉会觉得不安全 然后后来觉得后来后来发现很多东西它都是以寄信的方式寄给你 像电费单啊有些税的表啊 如果你不去上网更改那个收这种文件的方式的话 它都是默认第一点是以寄信的方式寄给你 所以说九和九之后来还会 九和九之后大概已经习惯了 所以说但是还是会觉得不安全 第九点 第九点还蛮好玩的 是下雨不打伞的事情 呃刚开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下雨嘛 然后你就把伞打开来 然后你就撑伞 然后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一个人撑伞 然后大家都没有撑伞 大家基本上都是把帽子戴到 所以说后来你发现为什么他们不撑伞 戴帽子 是因为这边下雨非常的捉摸不定 就有的时候可能下两分钟 停一分钟 然后又下十分钟 然后又停十分钟 又下两分钟 非常非常捉摸不定 所以说大家应该是省事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这边都不打伞 第八点是有关于垃圾分类的 垃圾分类好像 听说上海也最近开始刚刚实行 但是如果你刚从国内来的话 应该很少有垃圾分类的经验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好像基本上没有垃圾分类 来这边的话 如果你住在一栋一栋的房子里面的话 你要去买那个桶子 然后把垃圾分类 如果你住在社区的话 像那种公寓的话 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袋子 去 它这边垃圾分类的话 它分 像 纸板 像玻璃瓶 然后像塑料 它都是要分开放的 这点蛮好的 嗯 环保嘛 因为毕竟 环境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说 刚来这点的话 大家适应一下 慢慢慢慢也会适应 呃 第七点我要吐槽的是 这边 很少有玩的 呃 这边基本上 除了酒吧 还是酒吧 呃 一般我们朋友出去的话 第一个先去吃饭 吃完饭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去 只能去 去酒吧喝两杯酒 如果你是比较文艺的人的话 这边应该还比较适合你 因为这边博物馆 然后 你知道看画呀 看艺术品啊 还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想玩的话 比起国内 去的地方 真的是少之又少 但是如果你 很喜欢喝酒的话 来这边一定就对了 第六点 我想讲的是 这边 坐公交车的规则 呃 这边坐公交车 第一个你下车的时候 要 大部分人都会和司机说谢谢 刚来的时候会有点 不太适应 到后来的话 呃 也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不错 对司机的一种尊重 所以说 久而久之你也跟着 下车的时候会说谢谢 然后 上车的时候的话 这边 嗯 你要自己准备零钱 然后 他不会找你钱 如果是你 放十块的话 票价是两块的话 他不会找你八块 但是有一个小秘诀是 你可以叫司机 把零钱放在 他出票的票上 你可以凭那个票去 在Occona Street有一个 他的那个 巴士的总站的办公室 你可以 把那个钱退回来 但是这个是你 懂了以后 你才会跟他讲 一般的话 他都是要求 大家把零钱准备好 还有一个 关于公交车的事情 是非常讨厌的 因为在国内的话 公交车 在每个站台 他都会停站 这边的话 他不会停 如果你要他停的话 你一定要招手 或者是他停的话 他这边 一定是他 当站有人要下车 他才停 如果当站没有人下车的话 他是不会停的 所以说因为 刚来的时候 有很几次 因为自己没有招手 然后他就直接开过去了 刚开始觉得比较麻烦 后来 你看到他好的一方面的话 就是比较节省大家的时间 大家 就如果是没有人下车 也没有人上车 他就不用停了 因为好像在国内的话 不管有没有人上下车的话 他都是会停 所以说时间 还是会 耽误很多